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力在地方 未来在青年 你看 全是满满的正能量 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活力在地方 未来在青年 说的一点都不错 那么我总是觉得还少了一句 你看现在都知道中美关系这几年都不好 不好的问题在哪 也就是说问题在哪 半角石在哪 谁在那捣乱 谁在那设置障碍 还有问题在联邦 但是问题在联邦这句话就隐藏了 没有说出来 所以听话都得听全了 如果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咱们得按照逻辑思维往这方面找 对吧 找出来了问题在联邦 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些年来美中关系确实是不好 但是民间 人民之间 倒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非在几个大都市里头 有些那个无良少年 尤其是有色人种 他们见了东方人 就暴力相向 他们就把怨气 杀到东方亚裔 亚裔东方人的身上 这是相当的不可取的 但是呢 像我们左右邻居 我们都各族裔的 有东方的西方的 白人 黄州人都相处的相当的融洽 没有什么矛盾 非常有礼貌 所以民间也挺好 人民之间的关系 当然是相当的不错的 基础在民间 这里边主要指的是 企业方面 商业方面 商业方面 企业方面 都是民间企业 你看美国的企业 基本上不全是私人经营的 你要私人经营企业的话 就要赚钱 就要找市场 现在最大的市场 最能够赚钱的话 就是在中国 以前我们有一个房东 他的儿子就是这样 到中国去做生意了 我们就问他 为什么去中国做生意 他简单的两句话 Money is there Market is there 钱在那 市场在那 为什么不去 那要是把企业做的大一点的话 那更有这方面的体会了 你看像苹果 像特斯拉 对吧 像微软 还有什么像福特 像通用 这个都跟中国的企业 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他们也是在中国市场上 赚到钱了 因为什么 他们做生意要做的可长可久 可持续性发展 这个他们的想法就跟政客们 就是相当的不一样 你看这次中国元首在九年山 参加这个APEC会议 在这之前的话 还有美国叫什么商会 组织了一大众的金融的科技的 还有什么其他的企业的大老板 都去参加晚宴晚会 所以基础在民间 活力在地方 地方上当然有活力了 比如说像加州 加州的南加州 南加州就有两个港口 简挨着的 一个是洛杉矶港 还有一个是长坛港 这两个港口 这个喷吐量相当的大 从东方 从亚洲 从中国进来的货柜 都在这卸下来 完了之后 就是通过铁路运输 公路运输 运送到其他的地方去 相当的有活力 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 活力在地方 未来在青年 那肯定是青年人 朝期蓬勃 正在兴旺时期 对不对 像朝驰 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都在青年身上 现在的青年人 在社会上应该是做栋梁了 他们可以在社会上 活跃好几十年 不像我们 我们这个岁数的话 已经是夕阳夕下了 所以 未来在青年 这句话也说得不错 但有一个情体条件 就是不要是无良青年 还有一点 就是现在的这些青年 不要受那些政客们的忽悠 即便是政客在那忽悠 你要是不信他们 有自己的主见 那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未来在青年 但是问题在哪呢 那就对不起了 问题在联邦 问题在政客 你看这些年来 不就是政客闹的吗 前边有这个特朗普 现在的话呢 是拜登接任 拜登接任之后的话呢 哎呀 跟特朗普的那个做法 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如果说是这个特朗普啊 这个动作 有点粗暴点的话 这个能给你打个板子花 这个拜登啊 他就是使阴招啊 他能够把那个肋骨给压舌了 你看从特朗普到拜登 这我们学到的新词有多少啊 像什么制裁 这个对抗 关税 还有什么实体清单啊 小院高墙 这不都是这些政客闹出来的吗 所以这些东西 它不是人民弄的 不是民间弄的啊 也不是地方弄的 也不是这个青年弄的 就是这帮老这个弄的 而且啊 还是联邦一级的 按理说啊 这个联邦政府啊 它是中央政府的 应该为地方服务 应该为全民服务 但是这些年来 就我们的观察看啊 这个活跃在政策上的政客 就像一百多年前 马克图人说的那样 国会里边一半的 这个议员是狗标子样的 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 也没有什么结构上的根本变化啊 还是跟一百多年前一样 马克图人说的话 真是话处理不出 这些政策 就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 为了政党的利益 为了他们的个人的利益 那举具体的例子来说的话 那就为军火商的利益 这个军火商的利益 分这个国内的一部分 还有国外的一部分 要说国内的这一部分的话呢 像什么武器啊 比如说枪支啊 比如说弹药 比如说子弹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在美国啊 什么禁枪啊 这个禁枪当然是不可能了 因为宪法在那儿 有没有能规定啊 人民有用枪的权利 但是管理枪支呢 管理枪支都没有拦着吧 管理枪支的话呢 这也是困难重重 关于这个控制枪支 管理枪支这方面 我们以前啊 老百姓提出过很多很好的建议 但是呢 这些很好的建议 政客们呢 也都听进去了 但是呢 他们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啊 那你有什么办法 因为什么呢 这些都是有关于军火商的那个利益 如果说话 这个管控枪支 有效果了 那些啊 这个军火商的那些 这个枪支弹药 他卖给谁去啊 这个啊 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他们要是生意受到严重影响了 那他们哪干呢 啊 他们一定要向政客施压 那政客呢 一见他们的这个游说的势力啊 那就啊就软了 为什么呢 背后的基础就是他们呢 要再看国外的利益的话呢 你看举例说上届总统特朗普 他上台之后不久 就像当时的这个已经快意摆设的的那个卡特前总统啊 就情意啊 就是我要在美国当当总统的话呢 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啊 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现在面对着中国这个来势汹汹的这个这个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中国啊 这个这个这个压力好大 应该怎么样对应 那卡特总统呢 就前总统啊 就跟他说 你只要明白一点就就知道了 美国呢 建国两百多年 只有十几年没有打仗 你再看看中国这几十年来的话 基本上就就没有打仗啊 还有呢 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战争 这这有战火那销烟的话 哪一样没有啊 跟这个美国有关系的 对吧 就是这几十年来美国光顾了打仗 那中国那呢 就是在搞建设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啊 当然呢 特朗普也是听懂了 但是他会不会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想出好办法来 肯定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你要说这几十年来的战争的话呢 那就数不胜数了 你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有这个朝鲜战争 六十年代什么越南战争 对吧 那之后的几十年呢 还有什么科索沃战争 海湾战争 对吧 这个多了去了 你看2001年啊 就有这个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的话呢 2001年的十月份啊 就开始打了 一直到2021年啊 才撤军 打了二十年 那2003年的话呢 是打这个伊拉克 伊拉克战争打了十八年 到最后也是啊 不了了之 也是在2021年的年底啊 撤军 那还记得打阿富汗呢 打这个伊拉克 是什么理由吗 说阿富汗呢 这个为什么要打他 是因为啊 他藏匿了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头啊 宾拉登 那后来啊 宾拉登也不是在阿富汗被这个击毙的啊 是在巴基斯坦 那么为什么打伊拉克呢 这个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还说他跟基地组织有关啊 还能跟他什么 资助这个恐怖组织 结果后来的话 这三大罪状啊 一样也不成立 而且搞笑的 还是什么 这个一起 当时啊 作为这个国防部长啊 国务卿的那个鲍威尔 还拿着一个小药瓶 小烧瓶啊 到联合国去作证 他换用那个小瓶罐罐 里边的那个白粉 说这就是啊 这个伊拉克那个叫什么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那个证据 后来有人揭发 说那就是一块洗衣粉 你说要不是一块洗衣粉的话呢 这个鲍威尔啊 还有这个联邦政府啊 他应该出面来澄清啊 来证明那不是洗衣粉 那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那个滑雪原料啊 到后来也没有人去证实 这个事呢 就那么黑不提白不提了 那现在呢 有两场战争 一个是欧乌战争 一个是这个 以色列跟那个哈马斯之间的 这个军事冲突 那这两场战争的话呢 美国都这个 这个旗帜献明立场坚定 一个是支持乌克兰 一个是支持以色列 那所以啊 就有网友这么说啊 我也特别的赞成 就是这军火商啊 绑架了美国联邦政府 而美国联邦政府的这种啊 所作所为的话 等于绑架了美国的价值 所以也就是 正是因为如此吧 这个中国方面呢 也是看明白了啊 也看透了啊 跟这个美国的联邦 一级的政府啊 没什么好说的了 说了也不算话啊 这个答应了什么东西 也也做不到啊 干脆就撇开这个联邦政府 我给你的人民 我给你的民间 民间 我给你的地方 我给你的青年啊 来打交道 所以呢 就希望在人民啊 基础在民间 活力在地方 未来在青年 当然呢 那客气一点 就不好意思再点名啊 问题是在联邦啊